2022年1月22日下午 上海地铁线上一位乘客被地铁门夹住后 工作人员立即实施了救助 然而地铁仍然正常启动 最终乘客不幸身亡 我们知道在修建地铁的时候设计了许多安全机制 那么这些安全机制为何全部失灵了 嗨科普拉 闪电哥今天和大家聊聊 为何地铁的安全机制会失灵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被卡住的是一位老人 他的上半身和一条腿探出了列车外面的屏障门 被列车车门和屏障门同时夹住 同行的家人随即尝试将他拉拽出来 但是没有效果 附近的工作人员看见后 一边掏出腰伤的钥匙 一边匆忙地跑了过去 尝试拉拽无效后 制止了他的家人 随即使用钥匙在屏障门的顶部进行操作 结果屏障门在弹开的瞬间 列车却快速启动 将老人吸入其中 酿成了悲剧 这时工作人员急忙转身 按下了十米外的一个红色紧急按钮 可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在本次地铁事故发生后 很多网友表示 他们也曾经有过被地铁门 或者屏障门夹住的经历 有的是在进入车厢后 头发或者衣服被夹住 有的则和本次事故一样 在下车时被地铁门夹住 但是地铁在尝试几次后发现关不上门 就再次开门放行了 并没有把人吸入轨道内 所以最终都是虚惊一场 而实际的地铁夹人致死的案例也并不多 这主要得益于地铁在建造的时候就存在多重保护机制 第一道保护是为了保护人被地铁门夹住而设计的 也就是屏蔽门的防夹挡板 我们知道地铁除了有列车车门外 在站台上还有一道屏障门 而防夹挡板就在屏蔽门和列车门之间 从底部往上约为40到60厘米高 当屏蔽门关闭的时候 人或物被夹在挡板中间 当夹人的力大于150牛时 门就必须弹开 而在本次事故中地铁门没有弹开 或许是感应失效的原因 如果门夹住人以后没有自动弹开 那么第二道保护机制就会开启 因为地铁门上夹住人或行李箱一类的物品时 车门关不上就会显示车辆异常状态 正常情况下 门体应该能感受到障碍物 并释放开门力自动开门 停顿两至三秒后再次尝试关门 重复以上动作三次 人不能正常关闭 该单元门常开且停止运行 门头指示灯常亮 且发出风鸣警报待人工处理 报警以后 司机和工作人员就成了第三道保护机制 因为地铁司机通过查看车尾的瞭望灯 就能够判断车门是否夹住人或物品了 从而决定是否暂停发车 只要司机认真检查 不粗心大意 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而且在车门外的工作人员 及时察觉后也可以联系司机 可以说人工介入是地铁的最终保护机制 在本次事件中 上海15号线地铁是国内最高等级的无人驾驶地铁 该线路已经尝试运行一年了 在一年内没有出现过大故障 倒是小故障层出不穷 有时候还是需要列车长回到操作台 切换回人工模式驾驶 至于该事故现场人员手动开门后 列车启动 在闪电歌看来 要么是它太慌张导致操作失误 要么是不了解屏闭门状态 与列车之间的信号判定 屏闭门有四种信号 手动开 手动关 自动 隔离 地铁在平时正常运行时处于自动状态 如果门体处在自动或隔离状态下 出现异常情况 信号系统是能检测到的 并且不会命令列车发车 但如果门体被打到隔离的状态 就相当于把这一扇门从整个系统里切除了 它是否故障都会被驾驶系统无视 在系统看来 只要其他门没有异常情况 就还是会命令列车启动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工作人员用钥匙操作屏闭门后 系统就命令列车发车了 这应该是隔离状态才会出现的情况 最后 乘客因此被卷入列车与屏闭门之间的狭小缝隙中 抢救无效身亡 那么 这其中就存在一个问题 到底是工作人员在匆忙之下出现失误 将屏障门调整到了隔离状态 还是在操作正确后 系统出现故障 导致了事故 这将决定谁应该对本次事件负主要责任 很多人将本次事故的责任 归结到在当时处理事故的工作人员头上 大家质疑最多的是 这位工作人员在施救顺序上存在问题 不应该先跑到站台边尝试解救 而应该先按下紧急制动按钮 不可否认 这位工作人员在应对突发情况时 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但其实 这几乎是很多地铁站工作人员 处理这类问题的主要方法 以往也没有因此造成过伤亡 再说事发突然 谁知道列车会不会突然启动 所以第一时间救援没有大问题 但同时他还是需要负起一定的责任 闪电哥认为是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次悲剧 乘客召集下车 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确实都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 这次的自动驾驶设计也存在巨大漏洞 需要进行改进 单说一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既然工作人员已经使用钥匙去开门了 就说明已经有人工介入了 而这也反映出系统运行 或者地铁线路上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 而这时候系统仍然强行忽视人工干预 恢复到了自动模式 这里的设定就有问题 最后应急门被挤开后 系统又检测到了故障 再次令列车紧急自动停车 所以闪电哥觉得除了这位工作人员外 地铁的设计人员和培训公司也有责任 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动驾驶与人工驾驶存在明显差异 连设计师都出现了设计漏洞 更何况是一些不太了解情况的地铁站了 加上培训方法不正确或者培训时间短等问题 综合导致了此次事故的发生 实际上本次事件也给大家提了个醒 毕竟生命是自己的 在乘坐地铁时我们应该注意两个方面 一是在上下地铁时一定要有序进出 遵守先下后上的规则 很多时候其实是乘客急于上车 将要下车的乘客挤上去 等到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挤出来要下车的时候 列车门口的灯已经在闪烁了 就可能出现被门夹住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地铁的一些急救设施和操作 万一能用上呢 比如本次事件中出现的紧急停车按钮 如果出现有人被地铁门夹住的情况 可以按下这个按钮帮助解救他人 而且在车厢里面还有紧急警报器 按下后可直接进行通话报警 同时地铁内还配备了紧急开门旋钮 扭动后就可以打开地铁门解救被困乘客了 如果不幸被夹在地铁门中间 一般来说在屏蔽门外侧会有紧急解锁装置 可能不容易够的 这个时候尽量身子紧贴屏蔽门 千万不要用手去扶列车 等站务人员看到去拍紧急停车按钮 或者等司机重新开门 其实现在大多数的车门与屏蔽门之间的距离并不宽 也都具备防夹功能 所以宁可被屏蔽门或者车门夹一下 也不要使劲往里挤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